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好 大家 阿弥陀佛 学佛就是因为了解了生命的智慧 原来每个人的快乐或痛苦都决定在自己的善业恶业 这个业就是代表生口意的行为造作 变成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也因为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口意 哪怕只有一天都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佛经说 一日一夜受八观灾界 圆满的功德 可以让我们来世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至少来世七世升天 七世做人 所以原来所有的功德 不离开我们的生口意 那什么是功德呢 第一个 就是千万不要去伤害到任何的众生 杀生吃肉 骗人 骂人 等等 这是最主要的功德 不要伤害其他生命或众生 那第二种功德呢 就是除了不伤害 第二个 就断除欲望 我们人生下来 天生就想要 去看 去吃 去满足自己的贪心 就像 女人爱漂亮 男人希望买不好车子 就像小孩子要玩玩具 或者要打电脑游戏 那有这个贪心 那你就会生死轮回 当下会痛苦 所以就像世间人讲的 看到别人去谈恋爱 哎呀 自己没人爱 很痛苦 事实上 有爱情快乐 还是没爱情快乐 你现在会讲的 你现在会讲的 买乎啊 所以你从小最好就会讲了 问题是 年轻人不知道啊 他认为长得漂亮 弄得很帅 穿漂亮衣服 出去玩 去约会 去唱歌跳舞 很快乐 那个就像一个男人 开始学抽烟一样 很痛苦 抽烟是快乐吗 当然是痛苦啊 喝酒 吸毒 赌博 这些都是痛苦的 所以 真正的快乐 是不需要这些才快乐 所以如果你眼睛 只要看到漂亮 不能不看 哎呀 眼睛多不自由啊 所以就像各位嘴巴一样 看到人家煮好吃的肉 没吃惊苦 那个 吃肉贵就跑出来了 就像你住在你身上 有一个鬼 喜欢吃肉 因为你培养他的 你有欲望 这个鬼也会在你身上 这两个就结合了 所以 这哪里是快乐 因为 很痛苦啊 所以我要去吃啊 那就像吸毒人说 就像抽烟的人 就像喝酒的人 就像赌博的人 看人家在赌博 看人家在抽烟 喝酒 他不去做 很痛苦 所以各位要了解 智慧 原来一个快乐 有智慧的人 是能够 不要有欲望 不需要抽烟 不需要喝酒 不需要谈恋爱 不希望有男女的欲望 如果你家养了一只狗 公的 看到母狗发春 都不会冲过去 你会说 厉害啊 修得很好啊 但是动物没办法 但是人 应该有办法呀 不然各位你想想看 母狗一怀孕了 这下就苦了 又要生很多小狗 然后这些小狗生下来 又开始痛苦啊 轮回啊 甚至不小心被车撞 所以各位学佛要有正确的观念 不要 不要 故意 去放纵 自己的欲望 我要 我要 你现在要学的是 我能够不要 把电视关起来 把网路游戏关起来 就像各位今天 穿海青 他就告诉你 不要爱漂亮 不需要穿漂亮的衣服 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啊 各位如果今天学我 大家都离光头 多快乐啊 各位如果学我们出家人 不需要有男女的爱情 性行为 多自由 多快乐啊 所以原来快乐 不是满足欲望 快乐 是能够超越欲望 我们华人 最喜欢什么知道吗 最喜欢钱啊 每天忙着赚钱 像牛一样 早上睡醒就开始赚钱 晚上要算钱 然后每天都急急急 为了钱跑到东南亚来 我们老祖先跑来印尼干嘛 来学佛吗 来普渡众神吗 我们华人祖先 哎呀 坐着船 跑到印尼来不怕死 要来探尼啊 各位就是后代 知道吧 这些爱钱的人的后代 就跑到一个不太有佛教的地方来 为了钱 所以这个习惯性 各位要改掉 如果动机都是为了钱 为了欲望 你才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个就是一个轮回 就是一个痛苦 所以八观灾界 除了叫我们不要伤害众生 进一步呢 叫我们今天断除欲望 嘴巴的欲望 今天不能吃肉 而且晚上不能吃 身体的欲望 今天不能爱漂亮擦香水 今天也不能睡大张的床 断除眼睛耳朵 其他的欲望 今天不能去看电视 唱歌 听音乐 所以等等 也因为这样 你就种下了解脱生死轮回的因 这个功德 超过你不失一百亿美金的功德 所以各位 一个人拥有一百亿美金 但是你呢 你这个人没什么欲望 请问哪一个快乐 当然是少欲知足的人第一富 最有钱 需要钱的人是最可怜的 像恶鬼道一样 饥渴 为什么叫恶鬼道 因为他 生生世世 分分分秒秒都在肚子饿 就像各位看牛一样 二十四小时都在吃草 除了睡觉 他没有吃 好像就很痛苦 一直吃 一直吃 所以恶鬼道 他就是分分秒秒都在肚子饿 分分秒秒都在嘴巴很痛苦 所以 这叫恶鬼道 肚子永远吃不饱 所以欲望越强 就越痛苦 没有欲望 就自由了 所以今天守八观灾界 我们就把握 这两个原则 第一个 深口意 千万不要去伤害到 其他的人或众生 第二个 自己要控制欲望 今天 那你就得到八观灾界的功德 然后释迦牟尼佛 就告诉我们 这样才是真正的快乐自在 如果你能够体悟这个 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知见 哦 我不要结婚 我不要去赚钱 我应该要出家 出家多快乐 所以 这个就是佛法的根本目的 快乐 解脱 自在 原来快乐不是你有钱 原来快乐不是满足欲望 或是我有爱情 原来快乐 是你能够把这些欲望 追求爱情 追求的 把它调伏了 把它消除掉 这才是快乐 原来快乐 是脱离轮回 因为你有欲望 就像小孩子生下来 就要老病死 痛苦轮回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了 病得很厉害 他求什么 赶快死啊 不要在身体痛苦啊 活着真痛苦啊 钱也带不走 人也带不走 死也死不去 就像各位牙齿痛一样 你的牙齿痛就希望他不要痛了 为什么会痛 因为有神经啊 所以真正的快乐 是不要痛苦 而没有一个所谓的快乐 所以各位记住啊 没有痛苦 才叫快乐 这个佛教的快乐 叫涅槃 寂静 完全没有痛苦 眼睛不会乱看 嘴巴不会乱吃 心里面 没有生气 不会生气 没有其他的欲望 这才是快乐 但是世间的人不了解 努力赚钱 努力读书 努力买车子 努力盖房子 他认为这样很快乐 事实上这个人中毒很深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要一个月 六天或是十天 要保持这种快乐的生活 就像各位在家里一样 随便穿个衣服 穿个拖鞋 觉得很自由 但是你出去外面 又痛苦了 我要穿得很漂亮 免得人家说我不漂亮 我要穿得很好 免得人家看不起我 所以你看面对到外面的人 你就有一种比较的心态 我要比你有钱 我要比你漂亮 我不能输给人家 别人都带一个女朋友 别人身边都有男朋友 我怎么没有 你又开始有这种 比较的心态 那你又痛苦了 所以各位要超越 世间的这些想法 所以今天受报关灾界 不能用世间的想法 你要学习放下 但是这还不是佛教 特别大乘佛教真正的目的 大乘佛教真正的目的 不是只为自己的解脱快乐 而是如果能够帮助别人解脱快乐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所以但是你要达到所谓大乘 不能够离开小乘 小乘要有解脱欲望的出离心 站在世间法 要相信因果 要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是以这个做基础 进一步修大乘 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 但是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在轮回受苦 那他就不成佛 他一定要去帮助他 甚至陪他受苦 这个就是大乘叫菩萨道 大 讲的是所有众生都离苦 这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所以今天大家更要怀着 大乘的心态 来受八观灾戒 今天我们受戒 希望所有印尼人 都健康快乐 不要车祸灾难 今天我们受戒 希望这个世界 不要再有战争 不要有各种的地震 等等 我们要为这个很努力 那除了如此 我们究竟要帮助众生 就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成佛了 你有一个极乐世界 可以帮助痛苦的众生 来到极乐世界 只要来到极乐世界 你就不会有欲望 不会生气 不会造业 因为极乐世界 没有那种对立 比较的心态 所以那边都是大菩萨 那边的世界 没有一点点痛苦 所以你不需要 去追求金钱 在那边的世界 你不会去想要谈恋爱 或是吃肉 因为在那种环境 你自自然然 都在听闻佛法 而且没有人会让你起贪嗔痴 所以希望精进修行 哪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像阿弥陀佛一样 帮助众生 所以但是你要成为佛 不能够离开众生 要修慈悲心 所以现在我们要跟众生结缘 所以放生就是跟他结缘 超度他就跟他结缘 把所有功德回向给众生 就是跟他结缘 然后自己精进修行 那哪一天你成佛了 就能够真实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了解了 八观在界的修行的方法 所以不伤害众生 断除欲望 甚至进一步 用慈悲的身口意 去服务众生 那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 不但自己快乐 解脱 又能够帮助别人解脱快乐 这才是生命的最主要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做错事 包括过去事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会有一些痛苦或障碍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圆满的那一部分 那都是因为自己的业障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有一个特点 千万不要把过失怪给别人 如果你是佛了 那你还有什么痛苦吗 什么地方都是净土了 所以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没有解脱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修大乘佛教 发菩提心 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所以要经常忏悔 而且各位修行要记得反省自己 时时刻刻反省自己 如果你不反省自己 你就不会进步 所以就像各位穿衣服化妆 一定不能脏脏的 要弄好它 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 我们的深口意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态 如果内心里面 还有不圆满的心态 贪嗔痴嫉妒 傲慢 怀疑 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受苦 不但受苦还帮不了别人 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 怎么度众生 一个欲望很强的人 怎么可能去度众生 所以你真实要想帮助众生 一定要努力的 净化自己 叫自利利他 不但我们忏悔 我们要替父母祖先 所有众生忏悔 也要向过去的 姻亲在主忏悔 所以各位 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修行 要么解脱 要么度众生成佛 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们难得叫狭满人生 结果你把生命拿来打电动玩具 谈恋爱 赚钱 那是浪费的 最后老病死堕落恶道 那很可怜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这么精进 特别要来守八观哉戒 八观哉戒跟一般不一样 一般是法会 大家诵经持咒 有这个功德 那八观哉戒呢 更重视自我的修行 真实的把佛法 应用在你的生命 生活上面 应用在你的 身口语 身体的行为 讲话跟心态 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行 你跟他做事 或碰到事情 他怎么面对 今天你得癌症了 笑笑的 这是我的业障 我要多忏悔 但是生命本来就会死亡的 用我精进的忏悔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成员再来普度众生 帮助别人不要生病 自己内心很平静 接受业报 就代表你有修行 今天你的心神 外面有女人 哎呀 这是我过去是感情的业障 现前 哎呀 我自己忏悔 愿我的心神 哪一天能够更好 哎呀 我愿我生生世世 不要谈感情 所以 那你这样 你就是 你是有修行的人 所以 因为面对事情 你不会贪嗔痴 还会替别人想 自己多忏悔 所以各位要展现在 日常生活的修行 第二个月呢 既然要度众生 那你不能恨众生 排斥众生 放弃别人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 想着我如何度众生 而且对方造很多恶业 希望那这个业报 在我身上来 这个叫自他交换 我要努力修行功德 让他不要生病 让他有福报 不管对任何一个人都一样 一般的人只会对自己的妈妈 父亲或自己的儿女 对别人他才不管了 那这个就是自私啊 这就不是大秤佛教啊 特别我们印尼 流行小秤大秤 那什么叫小秤 小秤就自己比较重要啊 自己解脱生死啊 自己有福报啊 但是大秤不一样啊 大秤就是要 关心所有众生 你的痛苦给我 我的快乐给你 所以你要发这个愿 如果你要做一个 大秤的三宝弟子 就要有这个愿 不能怕苦 不能排斥别人 第三个愿呢 为了让众生 能够真正成佛 那愿他们这一辈子 都往生以后 能够去